好,这一款这些是我们的50x1米6的油压双部位汤化机 这个是下工做铝板,是纯铝板的 这是胡椒垫 这是我们的那个汤化布,还有我们的生滑纸 首先呢,我们把温度时间调好 这边是来调温度和时间的 第一排是温度表,这里有个C 第二个是时间 首先呢,我们调温度 一般的话,生滑它是调220度的 我们也可以按向上镜头来 就是减少温度 也可以按向上镜头来增加温度 都可以调的 我们现在把它调到220度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这个按钮是时间按钮 这个S这边是秒数 我们现在把它调到35秒钟已经调好了 我们但是如果还想调的话 我们可以按向上镜头来减少秒数 也可以按那个下压镜头来增加秒数 好,我们现在把它调到35秒就可以了 好,倒好了 这个是一个手动的转换 倒到左边的时候是手动状态 我们就要按那个绿色按钮来那个进行碳化 倒到中间的时候,设备机就不会碳化的 当我们倒到右边的时候呢 当我们的工作位到达平行之后呢 就不会弄下压镜头 好的 这个我们现在看好了 这个生花锯 这个部已经割好了 这个部,先生花锯 好的 我们把这个生花锯途外呢 面向这个部 到位之后 发热板自动往下压烫 然后我们的时间表就是 自动倒计时 当位赢了之后 我们这个发热板自动抬起来 然后烫滑就完成 我们就可以把设备 把下工作板拉出来 烫滑就完成了 我们这款油压 烫滑压力有两吨的压力 好的 烫滑的烫滑效果 非常漂亮 我们的颜色都已经烫上去了 看这个图案 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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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